今天我就會負責來做牛排 因為你知道這麼昂貴的食材 我還是需要來操刀一下 看我搞砸了是不是 是沒有啦 這是淺台詞 你看你剛剛吃了一口 嘗一下 然後 需要一點調味 然後也沒有要請我吃一塊的意思 是不是 邊角讓我給你邊 我要把調味好給你 主持人要先試味道 你剛剛只是先試一下 出發不需要準備 挑戰不需要理由 最好參風露宿 來一點冒險的節奏 誰能比我更野 今天我可以說走就走 美食是露營的增香劑 不過我們在露營的時候 除了常吃的火鍋 烤肉之外 還可以有什麼樣不同的餐點變化呢 今天我就要化身成 廚師漢客的二廚 來體驗一下露營美食的另一個境界 哈囉漢客 哈囉 Windy 你好上道喔 你已經在準備了耶 廚師的悲哀到每個露營地 都是要被指派這個任務 你知道嗎 雖然你覺得有點悲哀 可是我今天是 懷抱著轉圈圈的心境嘛 沒有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今天還是有安排一些任務給你 什麼任務 都有主廚大廚在這了 我不是直接白亂耍廢就好了 在廚房裡面大廚是講話的 是發號司令 但是底下還有人做一些事情 你知道嗎 有種種計的感覺 沒錯 所以我也要工作才有的吃 對 我們等一下會先把一些食材 拿過來整理 然後我們現在柴火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整理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做飯了 好吧 準備好了嗎 OK 好 來 走 至少生活在哪個部分的工作 對 做好了 做好了 那這整個都要過去 對 幫我放在這裡 謝謝你的高雄雲台 好油膩 哇 你有注意到那個砧板嗎 對啊 這是給每一個人配的砧板 這是我的 這是你的 這是你的 這是我的 沒錯 感覺出來主廚的分量就比較重 今天會做四道菜 會有三道菜一個甜點 那三道菜裡面包含一個沙拉 跟一個湯這樣 今天你挑這支酒 跟我們的餐點有搭嗎 有 當然搭 藍木桶我覺得就跟露營很搭 你知道嗎 怎麼說 有點狂野的感覺 你知道加勒比海那種感覺 又很熱帶的那種氣息 就越喝越重口味 越喝越厚嗎 越喝越厚 這隻的風味比較強烈 選用這一隻啊 是因為今天搭配的主食 是有點重口味的 是有一點油花 不止一點油花 是很多油花的飛檀牛肉 哇 高檔 你看這個油花 所以呢 今天我就會負責來做這個牛排 你知道這麼貴的食材 我還是需要來操刀一下的 看我搞砸了是不是 是沒有啦 這是潛台詞啦 那你呢 我交給你的工作 我們今天來煮一個義式的蔬菜湯 要炒比較久的洋蔥開始 從這裡刷槍 弄進去裡面 對 千萬小心不要刷到手 好 沒問題 然後我現在把這個移走 來 放在前面 然後我呢 我也來整理爐火 然後我們現在炭火已經燒得差不多 我們就很簡單 第一個我們就很簡單 撒一點松露鹽來吃 很好吃 有一點原味 可以吃到那個油脂 可是松露鹽又體味 沒錯 我覺得就是阿嬤那時候煮飯其實就會很多人吃 然後我就很喜歡那個感覺 只要有人煮飯就是一定會有人坐下來吃飯 我喜歡那個感覺 所以你喜歡食物把人聚在一起 沒錯 我覺得食物這個能力實在是太強了 很多人說桌子是把人聚在一起 但如果你這個桌子上沒有一些食物阿一些茶 其實人很快就散掉了 是 對阿 所以我覺得食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真的耶 那你剛剛說你開始喜歡上烹飪了 可是你又是念外聞的 最後你怎麼樣轉職成功或是轉換跑道成功 我在大勢搬到一個比較大的山 我搬到社子島 大學我讀文化大學 然後後來大勢搬到社子島之後 有一個很大的廚房 那時候偶像是Jame Oliver 然後就買了他的書 還買原文的 因為自己以為英文系這樣 然後 後來就看了他書就想要煮飯 然後後來就在那時候 那時候是在什麼 MSN上面找人 還不是臉書的時代 然後 對吧 結果一來就來25個人 你說你在MSN上 你預約大家來 你免費煮飯給大家 沒有就說我想要煮飯有沒有人要來 那一天早上我還只有5點半就起來 去附近市場買菜 然後好緊張喔 但沒想到就是煮出來 然後後來 不一定全是你朋友 朋友會帶朋友來 然後我覺得這是煮飯最厲害的地方 我透過煮飯認識太多 我這輩子不可能認識到的人 這也是一個很不錯的經歷耶 在我們講話的同時牛排已經好了 然後這個我們讓它靜置一下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切了 好 哇 很快喔 其實並沒有很麻煩 就是陸儀眼真的可以吃得很高檔 我覺得就是要把食材都準備好了 對 你看這個湯已經差不多了 現在你試一下味道 你舀一點點起來 小心燙喔 蔬菜的甜味然後培根的沿巡這樣 蔬菜的甜 好豐富喔 而且因為你把它剉腺 它的萃取的速度非常快 真的是天然的甜耶 然後你現在就依照你自己想要的鹹度 然後來 我覺得一點點 調味一下 然後我現在來切一下這個美孚的這一塊 很快就有煎好的這個沙朗牛排 那這沙朗牛排我們會先搭配松露鹽 然後給一點檸檬汁吃 嗯 你今天挑的是和牛等級的對不對 沒錯聽到A5就是和牛等級 好 美孚的A5 然後在切牛排的時候我教你 你有沒有看到它的紋路 你可以看出來它的紋路在哪裡 這裡 這裡對不對 嗯 所以代表我說我們要往這邊切 喔 逆紋 對 我們要逆紋切 然後我們先把它從中切一半 然後就可以逆紋這樣切 哇 切面好美喔 喔 有 好肥好肥喔 有沒有看到 我們剛剛真的是烤一下 然後中間還在有沒有泛紅 對啊 哇好肥 吃牛排啊 尤其是吃這種和牛比較肥的 真的建議你搭配一點點檸檬汁吃 嗯 因為其實它其實富含的油脂量太高了 你這樣切法很大氣耶 怎樣 就是很大一片 試吃一口 因為在日本吃和牛的時候很貴 我們都小小塊小小塊有沒有 有沒有你剛剛吃了一口 嚐一下然後 需要一點調味 然後也沒有要請我吃一塊的意思 是不是 邊角落給你邊 我要把調味好給你 主事要先試味道 你剛剛只是先試一下 你有吃過檸檬配牛排嗎 義大利人的牛排很常用檸檬去做搭配 你等一下吃了就會很驚豔 對 好像仔細這樣一小檸檬配牛排是比較少 來 先來一片給你吃吃看 這麼好奇 這已經切很薄了 你剛剛在天空下它會透光耶 檸檬也太棒了 很大對不對 整片森林都是我們的 好吃喔 和牛本身它那個油脂分布真的就是很棒 很均勻 很均勻 但是如果 你調味調得不好的話就很容易很油 所以來一點檸檬汁去中和 然後來一點松霉鹽巴帶香氣跟鹹度 吃起來就剛好 然後再喝一口威士忌 對 有大家我覺得威士忌 它後面的尾韻比剛剛更甜了 因為你現在嘴巴裡面都是油脂你知道 然後它會包覆你的口腔 然後酒精感就沒有那麼濃力了 所以它更甜是因為它跟剛剛前味都融合在一起 好搭 跟主廚出來吃飯 這真的是太太棒太美好的一個層次了 這超好吃的 我也覺得很好吃 甜味跟那個蔬菜的濃郁都非常具備 因為我們剛剛直接用刷槍了 對 所以它很快 出味道很快 沒錯 所以你帶那個東西實在是很重要 那麼高興 兩道菜這樣子就好了耶 很快速啊 好 好 我給我下一邊 緊備啊 3 2 1 哇 呃 百分 露營真的可以吃得很豐盛 沒錯 而且我們還可以光鮮亮麗的坐在這裡 沒有滿臉油光 對啊 這是出自一位外文系同學之手 對 這不是學餐飲的 也可以這麼的順遂 這麼的豐盛 對啊 當然你也需要經過一些訓練 然後經過一些你知道 呃 滿血汗的事情 然後我就想說 我想要去偶像 Jame Oliver餐廳上班 然後就進去了 一開始就是不懂啊 然後就是義大利文跟英文又不一樣 不是說你懂英文就懂義大人 他們上班在喊的都是義大利文 嗯 像快一點的可能英文是 Faster faster 但是 一代文叫Andiamo Andi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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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每天一直聽到的就是叫你Andiamo Andiamo 在那個環境我就是特別孤單 因為我是唯一一個亞洲人 我也不知道我在尋找什麼 第一個我一定尋找不到認同感 嗯 但是還是靠了一股平靜跟灑靜 然後坐下來 但有一天就是遇到一件事情 讓我真的印象深刻 讓我去 這件事改變我的廚藝生涯 在我們的主廚叫Rorenzo 是一個光頭 胖胖的義大利人 嗯 然後他是一個平常很搞笑 但是只要講要做菜 他是一個非常 嚴肅 認真跟嚴肅的 對 比如說他會教你說你在辦沙拉的時候 你要想像是你第一次牽你女朋友的手啊 你要很輕柔啊 怎樣 他會用這些第一人稱的這個視角去帶入煮飯這件事 我很喜歡他 很具體的形容 對 在義大利人的觀點裡面 Lasagna 牽層面是只能有三層面 規定好的 對 然後我們來的餐廳非常的忙 我們大概每天都要考到三到四份 也就是大概七十幾份到一百份的份量 然後在某一天我不知道 哪一個神經段還是怎樣 就是我居然做了第四層 但你一般人來說 你一定看不出來是第四層啊 我不過家了 多一層面 其實高度你看不出來 頂多多0.5公分高度吧 一般人 主廚一定看得出來 對他就看出來 他就說誰做的 我說 他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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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義大利人開始罵我 發現我聽不懂 他就用英文 他就說 You fucking idiot You ruin my restaurant You ruin my life 然後就把手伸進去 那個義大利人 我們把他抓出來 然後他說 It's four layers 然後他跟我說 應該要是三層 要三層不是四層 然後就把他一球一球 一掌一掌挖到垃圾桶 所以我今天我就不賣了 然後 Chef就看了我就說 I don't wanna see your face I don't wanna see you right now You just get lost 但那時候就是很多腦袋心裡跑 就說那怎麼辦 我要怎麼 你完全也不是在想說 要怎麼做更好 你根本是很混亂 我不知道 那時候在堅持什麼 現在想起來也怪怪 但那時候 腦筋就有一股觀念 有一個idea在跟我講說 你不能走 留下來 除非他真的是 把你丟出去 真的fire人家的話 對 這好電影情節 就是在那個廚房裡 真的是 那當下發生的 然後那時候其實 外國人是 最聽主廚話 然後開始有些人會霸凌我 就說難怪你撐不下去 你不是義大利人 你是一個Asian 各種種無其事的話 都講出來 然後我就開始想說 好 我做什麼事情 這些廚師會開心 我每天 上班有提早 半小時到15分鐘到廚房 然後開始幫所有人 準備他們的器具 但我都默默放著 我也沒有跟他們講 只是說 因為你這樣做 我就會 比較對你什麼 改觀 對啊 然後我想說好沒關係 我們就慢慢來 但那時候就是 只能 hold著臉皮想說 诶 試試看吧 除非他真的把我丟出去 不然 我不會想要離開 這麼好的工作機會 因為你想想看 這麼忙的一個地方 山道 我們之前做過最忙的一天 是白色情人節 做了1134個客人 我們大家走出餐廳的時候 就凌晨3點45分 我的next shift 是早上7pm 就代表說 我們只剩三個小時多 又是要上班 然後那時候才26歲吧 一群人就說 OK let's go drink 然後就去喝啤酒之後 回家洗個澡 就去上班了 然後這件事我就持續做了兩個禮拜之後 大家開始慢慢認同你 會說 誒 是說我們很謝謝你這麼做 然後沒想到 我們講那麼難聽的話 你還願意待下來 沒有離開 真的是有點帶種 然後我開始贏得這個尊重 我也贏得很多 真正料理的機會 以前就只是備料 但真正去煮意大利麵 然後在那之後 煮了意大利麵被 意大利人認可 煮了燉飯被意大利人認可 那對我來說是 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因為他們對食物很堅持 他們認可說 Hank 他說 You're half Italian right now 他說 Just because you got an Asian face Otherwise If you cook Behind the kitchen 他說如果你只是在廚房旁邊 煮飯都要給我們吃 我們真的覺得是意大利人煮 然後那一順就覺得 這是很高 很高的存在 對 我就覺得被認可了 那時候真的對我廚師的 人格跟個性的建立 有很大的幫助 你會知道說 成就是靠努力得來的 而不是說隨隨便便 輕輕鬆鬆 所以那個時候的那一件事 真的是我人生的 廚藝人生的轉捩點 但也是就是 主廚跟我講說 其實三層 他事後跟我講 三層四層 一般人就不會care 但就是那個小心思 會讓大家覺得你是不一樣的 不要去 但是對於自己的專注 對 我以為一個廚師的撐著 或者是自我突破 會是 在你的菜色料理上面 也許你自我突破 你做了一道 非常受歡迎 或者是你設計了一個 超級有創意的菜色 但我覺得有時候 也許很basic的東西 它反而才是我們 一直 往我們的目標前進 最重要的元素 對不對 我真的覺得我很喜歡你耶 我喜歡你講食物的方式 我喜歡你看待食物 是跟人有關係的 我也喜歡你 在面對著食物的時候 是一種突破的歷程 真的很棒 那種感覺就是 到現在 歷歷在目 但是就是要提醒自己 就是要不斷這麼做 當然我喜歡你 我更喜歡你的食物 我可以開動了嗎 沒有 你挺想清楚 我看你已經瞄準甜點了 因為剛剛還沒有吃到這個啊 真的耶 來 如何做一個好的甜點在戶外 沒有壓力 今天教大家做鬆餅 我們拿這個當作涼杯 你把它倒到1這裡 然後接下來 用同樣的涼杯 倒1的牛奶進去 再來就是一顆蛋 一顆蛋 打進來 漂亮啦 OK 就這個步驟如果帶小朋友做的 他們一定會瘋掉 就是加入統一布丁 Pudding 天啊 這太陶家寶了吧 很好用 我跟你講 然後像這樣 我們就加入 但小朋友會不會就直接把它吃掉了 你要跟他說你冷靜 冷靜你 媽媽要做菜 先別急著吃麵花茶 我們加入半顆統一布丁 半顆就好 對 然後幫我加入一點點鹽巴 然後我們現在均勻地讓它在底部 好 停 然後我們現在就讓它慢慢放著 然後下面的火要讓它均勻一下 這個火有點集中 對 一個偶爾移一下 這時候我們來做一個很簡單的醬 也是在路上買 希臘優格 又有布丁又有優格 不同的醬 對 咬一下 你看 哇 它這樣子好有那個 它現在不太像鬆餅 它還有印度那個 Nam Nam或Chapati的感覺 對 你等一下要使出那一招了嗎 欸 你有點緊張耶 真的嗎 沒過可以NG 我期待你使出那一招耶 沒有這樣亂Q的 準備好了嗎 OK 你應該會攝影師準備好了嗎 攝影師也很緊張 攝影師準備好了 攝影師也很緊張 拍不到 我喬一個比較舒服的紙 準備了 3 2 1 哇 百分 然後呢 現在 就用這個湯匙然後把 布丁咬上來 你就會看到小朋友在搶這些布丁 一定的 像蛋糕上面的東西 但現在都只有甜嘛 對不對 對 我們就準備了這個 西蘭優格 西蘭優格一樣攪一攪之後 然後是這樣 然後很簡單的一道菜 鬆餅就完成了 好 等一下可以再煎一個 比利還記得嗎